他推廣農夫市集 搭起農夫跟消費者間的溝通橋樑 以前你都不曉得說 你吃的東西是誰種的 它跟種子的理念 我就可以透過溝通的方式 慢慢你去認識你所吃的東西吧 他打造了一座社區焚化爐 卻發現廚餘讓焚化爐動彈不得 社區那邊 他們說我們能不能 燒我們家庭的垃圾 一個禮拜以後了 燒不起來都是水 因此他研究廚餘堆肥 發現了他的厲害 我去找展明星在農場 用我的肥料來種了 三個禮拜以後就叫我 叫做Pierre 這個肥料不得了 有機種菜真的好嗎 只有親身體驗才知道 因為我身體驗到 我一個同事的話 他幾乎每個禮拜都要上醫院 經過一年的過程中 將醫院次數往下降 每個星期天晚上八點 綠色幸福學 讓我們一起學幸福